国外借色经验第七十一期,国外借有的借色思考。 打败SY成瘾之后,得到的最重要的好处是什么? 经过多年的SY成瘾,四个半月没有色情或手银,我看到的好处与我在地零天看到的截然不同。 是的,我很享受正常人能注意到的,所有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。 例如,不再出现意志不清晰的情况,令人惊叹的专注,清晰的头脑,极好的学习能力,更大的信心,改善的身体锻炼,得到了更多女性的关注,和由此产生的更大的男性气质。 我想还有其他的好处,但现在,这些就足够表达了。 以上所有这些对我都很有好处,这真的增强了我的生活质量。 但实际上它们是私要的。 我认为打败色情和手银成瘾,两个最大的关键是一,更好的理解冲动。 二,选择自由。 我会在下面解释。 一,更好的理解冲动。 当一个人开始手银时,冲动破解欲望,通常是思考的中心。 戒色论坛上有很大一部分帖子,都有和冲动相关的主题,例如要避免冲动,要害怕冲动,要忽视冲动,并且冲动是弱点的标志,你必须坚强,并与之斗争。 在我看来,这些都是不对的。 男性追求性是正常的。 但是,来自网络色情的多巴胺成瘾是不正常的,并且与之伴随的无法控制的邪淫的冲动也是。 心理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,卡破是焦虑的应对机制。 通常,焦虑是你不喜欢的或无法控制的事情的结果。 我看到那么多人的帖子,他们觉得,他们的冲动是不正常的。 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很弱,因为他们在冲动来临时无法控制自己。 其实,冲动并不是不正常的,而是一种强迫性的和具有惯性的感觉。 不是因为你很弱,而是因为大脑的多巴胺成瘾和随后的下意识的行为。 这绕过了大脑的决策中心,并将选择权从你身边带走。 你不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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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因为自己软弱而恨自己。 即使你认为,破戒是出于软弱,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出于满足多巴胺。 习惯和尝试排解焦虑的冲动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也包括手引引起的焦虑。 这是拖延为何常常与这种行为连在一起的原因。 你没有选择。 当这种强迫性的行为控制了你的大脑,你不能控制这个行为。 试问多少次在你输入色情网址,并把手伸进裤子里的时候,你的粮食在心里呐喊着不,但你的内心总有一种别的声音,无论如何我都要录,难道不是吗? 底线之一,只保你理解邪淫是一种强迫的行为,否则,你不会采取任务措施。 除非你学会通过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,来改变自己的行为,不再任由其魔改革,否则你就别无选择。 多巴胺分泌机制是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的,而且它可以直接控制你做不愿做的事情。 你无时无刻都在与它做斗争。 你不能仅用理智打败它,因为脑中的情理、道德、意志力被它巧妙地绕开了。 你必须用预防手段来对抗,而不是用意志力,即不可强戒,一当我理解了这个理念,我成功戒了一个月,两个月甚至更多。 是的,那并不容易。 虽然戒的过程是折磨,但我做到了。 如果你也能在今年累月的诱惑下,坚持且不动摇,你也能成功。 二选择自由因为以上所述全部理由,一个对色情、谐言或是性高潮成瘾的人,是不会选择不去看黄手言的。 其他那些从未遭受色情成瘾毒害的人,看见色网站,还会嘲笑色情成瘾之人。 或许你在学校或工作的朋友,会为你无法接触而嘲笑你。 然而,他们什么也不知道。 度过最初六十天难以置信的困难。 但戒之后的醍醐灌顶,你会相信你所经受的这些魔力是绝对值得的。 一旦你戒到九十天甚至更多天,你将会第一次发觉自从染上恶习以来,你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性冲动。 你将依旧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,但是,你会有能力去无视大多数的影响。 你将依旧有一时冲动的欲望,但是你将会知道,如何利用他们,甚至去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,因为他们会使你更自信,让你更容易控制他们。 在我成年生活中第一次,我真正意义上感觉到我对手银有了选择权。 我选择不撸。 一些借了六个月甚至一年的哥们,决定事实定理,仅仅已完全破戒,再一次丢失了选择而收场。 有的时候,他们要花上个把月,才重新恢复到刚刚借色时,那个持续借色稳定的状态。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。 从我的情况来说,我选择不撸,作为我的人生选择。 我对手银想念吗? 有的时候可能。 但是,我对过去的那个我一点也不想念。 我不怀念大脑恍惚、焦虑、拖延症,总而言之,我对色情一点也不怀念。 实在不值得因为几分钟手银,而被邪银再次努役。 不,谢谢。 我选择自由和不撸。 总结戒到九十天的时候,我发觉我不会强忍所有欲望带来的折磨。 这些欲望会逐渐自动消散。 它们不消散,是因为你的雄性和二猛集中分泌。 我强忍它是因为,我想来适应欲望来临时的冲动。 去承认它的存在,不惧怕它们。 我强忍是为了学习怎么利用这种能量,用此能量来做其他事情,比如健身,提高自信,变得更有难人为,过日子。 以这种方式来看,欲望是好不是坏的。 我们不应该惧怕欲望,而是接受它。 是的,有的时候,欲望真的很大。 但是过了四、五个月后,你会觉得失去所有进展太痛苦,以至于不能放弃继续戒色。 这会有帮助。 如今我拥有自由。 我选择不撸。 我希望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。 The New Man Fap 17 2018副评,文中提到的冲动 Earth 和欲望从微细的角度来说就是念头,无论是想看擦边图片的念头,还是看黄的念头,乃至于说手淫的念头,这些念头都是我们长期培养起来的。 为什么我们对境的时候会有冲动,会有念头?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习惯或者习气,从多巴胺的角度讲,在那个时候,你体内的多巴胺开始释放,开始起作用。 因此完全避免冲动或者说,不动念头是不可能的,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习惯。那应该怎么对峙呢? 一是文章中提到的预防,我们无法控制念头的升起,但是可以控制导致念头升起的因素,比如独处的时候容易起念头,那就尽量避免独处。 二是念头起来之后,要立即警觉,去观察这个念头,一旦绝照之光升起,念头就顿于无形了,这部分在飞翔老师的计为良药里面,有非常精彩的讲解。 正如文中提到的那样,欲望是非常容易升起的,但这并不可怕,关键在于我们要去承认它,接受它,化解它。 借色之路坎坷是正常的,我们要做的是找原因,找方法。 因此,建议把有多去学习总结,少些抱怨读试,这样才能少走弯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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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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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